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17日 今天講講英國的新聞 這是英國的新聞 話說英國政府公佈 現在申請BNO visa的人已經超過172,500人 批出的16萬人 最近有香港政府說很多人會留 南媒《大公民匯報》說二英有17萬人 現在香港新增人口也差不多這條數 是不是全部人回流了? 我看完這個新聞就覺得好笑 因為我現在在英國在街頭 每天都撞到香港人 新來的也有 來了兩三年也有 每天都撞到 也在暑假撞的機會多很多 我真的到處都跟別人聊天 在倫敦 或者小鎮 Brighton 在Sutton Kingston 我經常去的幾個地方 Gilford Reading 也撞到很多香港人 他們有很多暑假來探親 因為二英有16萬多人批了 不是每個人都來的 我當有七八成人都來的 也超過十幾萬人 你想想十幾萬人有多少親友會來香港呢? 不要說其他 我從四月份開始 已經有四個家庭的人 來了我家探望我 就是我香港的親友 來了我家探望我四組十幾天 這條數很大 原因是因為去年或以前香港有嚴厲的檢疫措施 中國大陸也有嚴厲的檢疫措施 所以今年開放了 所以多了很多香港人來英國探親 同樣道理 因為來英國居住的香港人很大比例 是有小朋友的 所以到了六月以後 多了很多包括大學生 中學生 讀私校的七月初放暑假 讀公立學校的七月中放暑假 我認識了很多人 回到香港探親 由於香港的統計數據 就是計算 只要你來香港住一個月 你就當是常住人口 所以這條數就大增 變成了很多人移入了 突破歷史新高 有17.4萬人只移入 因為過去幾年 從2020年開始 有30多萬人正移出離開了香港 再加上有一些是工作的 有一些是海外工作的 有一些本身有外國護照回到本國的 所以那條數是很大的 現在有17萬多 是淨而入 就是計算一個月的常住人口 同時間也多了3萬多的單程證 也更重要的是最近有專才 專才會陸續離開香港 所以常住人口會增加這一點 由於統計數據的改變 所以必然如此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大陸經濟不好 現在青年失業率超過兩成以上 而經濟狀況這麼差 多了很多人 回了香港生活 回了香港發展 以前那幾年就鼓勵人們去大灣區 現在大灣區 就是我以前的東加 深圳大學 職效也很多取消了 以前就是因為薪水很高 原因就是因為職效很高 補貼很高 大陸的薪水很低 大陸的薪水很低 就算青華大學教授 北大的教授 到手都是1萬多港幣而已 但是那些職效 以及研究經費 可以很多 一定是最後 不會比在香港做的大學教授差 如果你在青華北大 或者深圳大學也如是 但是現在就是斷了預算 因為很多地方政府的債務 嚴重 所以 那些本身有香港身份的 那些可以是新移民 本身是從大陸來香港 再回到大陸發展 也有一些是北上發展的人 最終是回來了 別說其他 娛樂圈也很多 想北上發展的人 近一年半載多了香港發展 看到香港常駐了 在香港開演唱會 兩邊走 因為以前疫情他們兩者無法選擇 常駐了在上海、北京、深圳 現在兩邊走 只要你來香港多過一個月 就介入常駐人口 所以在這條數的情況下 香港就新增了很多人口 這個就是形勢大好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好像中國青年失業率一樣 由十幾%升到二十幾%到歷史新高 現在突然說不再公佈 不公佈了 因為解決不了的數字 就不如解決了公佈的數字 所以現在香港 香港政務司司長說 人們用腳去投票 所以香港新增人口 常駐人口 再創新高 因為計算方法改變了 加上客觀的環境 英國有沒有人回流? 真的有人回流 我自己也認識有人回流 無所謂 有人持官歸故你 有人留夜講科場 我覺得應該要尊重 你時走時留 不移民 移民 這也是個人的選擇 1949年也是 前目他們決定走 陳人確決定留 也要尊重 留下來的人是五含 這些知識分子 留下來有他們的命運 他們有他們的選擇 甚至乎有一些去了海外 回到建設祖國 印尼華僑 留美華僑 也有很多這些人 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 選擇是自己承擔的 無所謂 但是 更改統計數據 唱好形勢 這些是要破障的 要跟大家解釋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 英國政府 因為有鑑於 現在港人其實 去英國的比例減少得很厲害 因為加拿大、澳洲都推出了不同的簽證 吸引香港人去他們發展 現在它真的減少了 但是他以前平均申請BNVisa 12個星期就可以審批 我認識的人3天就批了 這個是不是有突快簽證 那些我都覺得不是 因為英國 以我對英國政府部門的了解 他們都很隨意很隨便 我認識一個人 他跟我說的故事就說 他明明是BNO 當然很多年前 不是最近的 就寄了一本BNO的護照去換證 結果是換了一本BC的護照回來 這個很離譜 我最初也不相信 但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就是我寄了一張香港車牌去 換一張英國車牌 結果他寄了一張南非的車牌給我 我也認識一個醫生朋友來 他寄了車牌去 結果寄了別人的名字的車牌給我 在英國人做事情 就是這樣 我英國生活這幾年 都有這種感覺 但是現在anyway 英國政府推出了突快簽證 突快簽證很短時間就可以獲批 這個突快簽證 有多快 這個是 結果 就有藍梅這麼說 這個藍梅 其實也不僅僅只有一個半個藍梅 大陸很多人這麼說 發展行大國 再向BNO開刀 這個五天就搞定了 只要肯加錢就可以了 加錢 要500磅 如果境內 人在境內 你申請BNO開刀 加500磅 連上原本的費用加500磅就可以 境外 加573磅 就可以 五天就批了 這個就是人傻錢多 你看人留言也是這麼說 英國大眾黑衣 發窮惡 慢慢下閘才玩你們這些傻子 英國人窮到如斯地步 很多人喜歡 很多人很開心 這個世界就是如此 有些人是用屁股去決定立場 屁股決定腦袋 就是中國人的名言 我用查GPT和你計算一下 到底英國政府簽證費賺了多少錢呢? 我計算兩年半的簽證費是180磅 5年是250磅 當然這還沒計算IHS的費用 還沒計算IHS費用 但是IHS的費用是你可以用的 你可以在英國看醫生 英國做手術 英國甚至乎可以拿到香港藥物名冊裡面 是天價費用的藥物 這些都是IHS費用包含的 這個計算了一條數 英國政府這五年 我粗略計算 這五年獲取了香港人簽證費用的3,800萬磅 這條是這樣的數 但是問題是這3,800萬磅 英國政府不是自己代替的 英國政府推出了很多措施 當然不是很多英國人 疑英的港人懂得拿 但是他推出了很多這些措施 是資助疑英港人的 比如說NNF提供了資助 給一些英國、英格蘭的公立學校 資助外國的小朋友 包括BNO的小朋友 每個小朋友獲得565磅 我女兒剛剛來到的時候 學校安排了一些班 是給他們 這些外國人 包括了香港來的 是上EFL或者叫做ESL 就是英國 Second Language的課程 就500多磅 500多磅不是很多 我想我女兒上了一個月左右 一至兩個月左右就沒有了 但是大人呢 大人其實是可以申請的 雖然我知道很多香港人 是不懂得申請 但是我太太來到就立刻申請了 就是88至88磅 每人可以學這個課程 就是有800磅的資助 當然這個資助很多不是個別獨立資助 不是你自己申請的 它是資助一些機構 然後再資助回來 所以趙太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就上了大概三四個月的課程 就是學英國文化的 它不是只是語言的 只是英國文化的 所以這個是有這樣的錢 而更重要的就是每個BNO家庭 其實如果你真的很貧困 就可以獲得2720磅的資助是貧困的 當然這個錢在很多地方可能交兩三個月租就沒有了 但是也是一個度以上的幫助 然後還有很多機構 獲取了大量的經費 而那些機構很多被人發現是華僑機構 而華僑機構是親中的 最近爆出了這些新聞出來 這些機構可以獲得數以十萬磅的資助 所以其實講到底 英國政府不是完全不收錢 它是收錢的 而真的收了這筆錢 賺了幾千萬 但是這幾千萬都用的資助 都用了幾百萬磅 至少英國政府撥了幾百萬磅出來的資助 說明什麼呢? 說明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相信有人做善事 這就要講一個哲學課題 莊子說 為善無近明 為戶無近營 原督以為經 他說做善事的人都是為名的 英國政府 在BNO計劃 吸納香港人 是為什麼呢? 有很多人不相信 第一 是為歷史的責任 道義 他為歷史的道義 因為 當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了為香港50年不變 馬照跑舞照跳 香港人可以維持原來的生活方式 八九六四的時期 香港就有數以百萬計的人 上百萬 1989年上街支持 然後每年的維園 小側幾萬多側也有十萬二十萬 還有維園這些是生活方式 但是1997年以後 是不是可以維持到呢? 是2020年後維持不了 所以英國政府基於《中英聯合聲明》 而外交部發言人多次說了 已經成為歷史文件 所以他本來在《中英聯合聲明》的附件中說明 是不會讓BNO的人有居應權的 因為當年是談判 現在解密文件都知道了 當年英國本來打算大規模 是讓港人在英國可以居住的 已經想了地方 包括蘇格蘭或者北愛爾蘭 挖一些地方出來 重建一個香港城 但是因為中方的壓力 沒有辦法 推進了 如果中方和英方當時在80年代 如死亡破 就馬上立即收回香港 這讓英國人的損失一定是極大的 所以沒有做到 所以基於歷史責任 就是提出BNO visa 這當然是一個原因 其次 因為BNO的人也可以補充了英國脫歐後的勞動力 這是一個事實 第三其實也是政黨去做的事情 這就是維善無近明 維護無近應 這也是功利主義的最大化 功利主義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幫人的時期 你是要幫人 比如說德蘭修女幫人 但是他好像很無私 其實他獲得內心的滿足 政黨也是 他在幫人的時期 好像很無私 他當然也獲得一些明星 也獲得一些內心的滿足 也可以討好一些選民 這些BNO的移民對英國經濟有些補充 因為也有很多人來買樓 也有很多人來補充勞動力 來英國做護士也有 做醫生也有 據說二英的醫生已經有數以百計 護士也有很多 教師也有不少 可以補充一些勞動力 也補充一些缺乏的 比如說工匠 工廠人員 這些英國本地人也很難請到工作 有 但是問題是有些人是不信 別人是為了做好事 只是打算用利益去衡量 因為傳統中國儒家文化強調 見義不為無用也 所以這個世界其實 在儒家文化裡面也相信人會做好事 也相信有些人是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的 也相信有些人是富而貴可求之 雖執邊之事 吾亦為之 就是 儒家文化 也相信 富不義而且富貴於我如佛雲 但是這些人只是佔少數 中國人普遍的價值觀就是 無事獻欣勤 非奸積度 儒家文化那些叫大傳統 The Great Transitional 而非奸積度那些就叫小傳統 The Little Transitional 所以在HKG、大公報、文匯報下面留言那些 那些深受小傳統影響 他們不相信有人會做好事 幫助烏克蘭一定是美帝主義、搞亂 一定是他從這個角度去看問題 他不相信這個世界有人會傳好心做好事 只相信英國人是為利益的 英國人是不是為利益呢? 這個世界沒什麼人是不為利益的 但是為利益之餘 可以是做好事 也可以透過做好事滿足自己的內心 或者明星 這個沒問題 例如說李嘉誠捐錢給香港大學 要冠名一個李嘉誠醫學院 他是不是做好事? 他是做好事 但是他有沒有滿足呢? 當然有滿足 你不可以因為他有滿足自己 而否定別人做好事 是不是? 做義工也是一樣 做義工可以幫助別人 但是做義工也要滿足自己心靈 你不可以因為滿足自己心靈而否定別人做義工 否則你這樣看世界全部都是灰暗的 他們就用了陰謀去看這個問題 所以 形勢就是這樣 現在人們是不是回流香港呢? 都是一個個人選擇 但是這個給我我覺得 很痛苦 因為我不希望人生是這樣的 或者不希望子女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 這是我個人的選擇 這純粹是我個人的選擇而已 Anyway 現在大陸的社會是這樣的 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專題 就是周末不要放鬆 間諜是不會休息的 多觀察家人的舉動 沒有沒有可疑的情況 及時向國安機關舉報 讓家人主動坦白爭取寬大 我們傳統文化是家為本位 中校是不是兩難傳呢? 一定是選校而不是選中的 但是現在中國社會形勢就是 在說這件事情 就是要舉報 福建女子發現男友不會唱國歌 在說懷疑歧視間諜 當即舉報男友 這個在中國大陸已經是頗為普遍 香港又亂及自由 自及興的新時代也會如此 也難以避免 這就是我個人的選擇 是不是? 去到海外才能夠堅持到 我作為一個做歷史研究的人 堅持到我說的話 堅持到我相信的話 好嗎? 這就是我今天的分析 最後就是8月26日 曼城我有個網聚 因為很多人都說 很久沒有搞網聚了 上次蕭若元先生來 有300多人的網聚 我這次預約了去曼城 我家駕車去曼城很長時間 所以我會留兩天在曼城 我在曼城8月26日搞個網聚 下午3點至6點半 有興趣的網友重促報名 我上次在倫敦搞網聚 110日 報名3天就敷了 曼城當然我不是太了解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看完這段影片 下面有個連結 你就可以透過連結報名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